不出意外小明哥作为中餐厅的老朋友 今年将继续担任店长一职 面对新的合伙人 以及没有大厨的全新经营模式 黄店长是否能够顺利接招 从乘风泡浪的姐姐毕业之后 宁静在娱乐圈的关注度 再次提升了一个台阶 此次她的加入 可以说是让观众对于本季中餐厅的期待值 直接拉满 我告诉你这次要突破 龚俊成为合伙人 可以说是本季节目的一大亮点 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做饭的她 一来到餐厅就担任起了主厨的重任 不知她的节目中的厨艺首秀 究竟效果如何 她和小龙虾之间 又会有怎样的恩怨情仇 新晋小花周也 凭借在《少年的你山河令》中的精彩表现 收割了大量的观众员和热度 可爱活泼的她 成为了整个餐厅的小火宝 臭豆腐 臭豆腐 我喜欢 我也喜欢吃臭豆腐 而丁真这位从礼堂走向联合国的田野男孩 一举一动一笑容 都牵绊着千万人的心 骑得了野马 是否也能下得了厨房 网友对此也是非常的关注 同样让人期待的还有演艺界新人姚安娜 作为理科生的她 在第一期就凭借强大的理科能力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小明哥和静姐更是当即立断 将会计出纳一职 委托于她 说起来这几位合伙人之间所暗藏的关系 也充满了看点 黄小明宁静曾合作过《大汉天子》第二部 在剧中饰演夫妻 二人也是认识了十几年 这次的合作 两人也有很多有趣的对话 相互调侃 还打起了嘴杖 给节目贡献了很多笑点 龚俊和周也在今年热播的电视剧《山河令》中饰演兄妹 剧中感情极好的两人 在现实生活中的互动 也备受网友的猜测和关注 周也看到龚俊来了 还亲切地喊她哥 走到门口迎接她 看来二人的感情是真的很好 相信有很多观众会有这样的疑虑 之前四届中餐厅都有大厨加盟 无论是张亮还是林大厨或是其他人 他们都凭借着高超的厨艺 一次次通过节目挑战着观众的味蕾 无论是龙锦虾仁 鱼香虾球 还是辣子鸡和公宝鸡丁 都吸引着一批批的顾客 打出了中餐厅响亮的招牌 在第一期的节目中 合伙人们一边看教程一边实践 历经三个半小时 终于折腾出来第一顿晚餐 切菜不熟练 调料又放多 除了宁静像是做饭达人以外 其余厨房小白的表现不禁会让众人为他捏一把汗 这季中餐厅没有大厨加盟 对于几乎全员厨房小白的阵容 又如何保障餐厅的正常开张呢 第一次尝试做熊市炒蛋 炒不好还炒不宽呢 其实啊 这也是中餐厅舞给合伙人们设定的一个挑战 学徒加小白的模式 需要合伙人们自己成为大厨 合伙人每到一个城市 都会有三位顶级大厨 来教他们做当地的特色菜 合伙人们需要在一到两天的时间里 学会这些菜品 再做给顾客吃 像在第一站长沙 小龙虾 臭豆腐 剁椒鱼头等特色美食 就在节目中闪亮登场 合伙人们也根据自己的特点 分配师傅 认真学起了招式 从泰国 法国 到意大利 中餐厅把中国美食 带到异域他乡 让外国友人们 领略中华美食的魅力 让在他乡的中华儿女 在菜品中 疏解乡愁 上一季 中餐厅在国内沿长江而行 从巴东到武汉 移动的中餐厅在邮轮上探索长江沿岸不同的地域文化 寻找最有中国特色的人间风味 而这一季又是完全不同的旅途 每人一辆房车作为各自的私人空间和交通工具 每到一地 移动的中央厨房格外亮眼 合伙人们更是称它为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啊 锅碗瓢盆 除锯电器一应俱全 炫酷的装备 也给合伙人们带来了新鲜的体验 餐车的办敞开式厨房 不知会不会让合伙人们 做饭时倍感压力呢 不是我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有空调 你让我们露天啊 那不得热死啊